四棱豆和豆类具有植物的淡淡的青草味和甜 味通常与芦笋的味道相比 整个植物都是可食用的 包括豆莢、种子、叶子跟荷花 中式香肠的味道因所用原料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但一般都是甜咸口味 今天我们来做腊肠炒四棱豆吧 材料有四棱豆和腊肠 腊肠用开水浸泡易于脱模 腊肠脱模切粒 四棱豆切头尾切粒 腊肠煎香不需要加食用油 下四棱豆一起炒 沿着锅边淋少许水 加一茶匙鸡粉半茶匙盐调入炒香 香喷喷的腊肠炒四棱豆就做好了 味道很香 碎口四棱豆和鲜甜腊肠味道很搭 香肠煎过后味道散发出来很香很浓郁 我的频道有千多个美味食谱 如果您也喜欢烹饪 不妨考虑关注我 在不懂要煮啥的时候就可以进来 看看找找灵感了 四棱豆在人体营养中有何作用 成熟的种子含有29%至37%的蛋白质和15%至18%的油 还有相当多的磷铁和维生素B 四棱豆的必须氨基酸组成与大豆非常相似 脂肪酸组成与花生非常相似 四棱豆对糖尿病患者有好处吗 它也是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的良好来源 并且热量低 经常食用四棱豆可以帮助改善消化增强免疫力 促进皮肤健康 预防糖尿病强健骨骼促进皮肤健康等 这种豆类也很容易融入饮食中 腊肠又称腊肠是一种源自粤菜的腊肠 它由猪肉制成用米酒酱油蜂蜜和香料调味 中是腊肠外观呈鲜明的红色味道甜咸 中式香肠的烹饪方法 腊肠和匀昌的用途与培根相同 既有相同的脂肪 和咸味其烹饪方法相似可以单独蒸食或少量 用做米饭面条或炒菜的调味料 腊肠需要先煮熟再吃 腊肠是粤语意思是风干的中国香肠 字面意思是腊肠指的是腊质的外观 如果您决定用微波炉烹饪腊肠 请在表面戳一些 小孔 这样香肠在烹饪过程中就不会被吹出来 撒一些水以避免过度干燥 建议用中火煮二到三分钟 我的频道还有更多四冷豆和腊肠的美味食谱 不要错过了 小孔 我每天都会分享美味食谱不要错过了 谢谢观看我们下一个视频不见不散了 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食谱分享 还没关注我的朋友要关注了 不然真的怕你找不到我 谢谢观看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观看我们下一个视频 观看我们下一个视频 观看我们下一个视频